上水石湖新村公廁發生肩頭劫案 一名男子開車前往公廁 突然被人從後襲擊當場暈倒 其後有村民發現他倒案在公廁中 於是報警求助 他的頭部受傷流血 其後清醒被送院治理 事主損失一條金鏈、一隻戒指 以及10萬元現金 事發於星期四凌晨1時多 據了解23歲姓莫的事主 是豬肉當負責人 事發時剛下班 所以帶同10萬元現金生意額 放在車內準備入宿 其間刷人為德式事主身懷巨款 美徐並趁事主如刺時 用硬物襲擊事主的頭部 其後乘機掠走他的車時 開啟車門奪走現金並逃去 警方將案件列作行劫案調查